身材瘦高的男子穿着衬衫背着包包 年纪大约二三十岁 他沿路从一公里外 查看路旁住户大门是否上锁 甚至大胆上前开门 忙了一分多钟没有收获 男子跑过街寻找目标 他发现一户人家屋内阿嬷行动不便 趁阿嬷进到屋内时 偷走桌上的包包 快速逃跑 阿嬷发现平常背着黑色包包不见了 损失了现金和证件 但是更令他害怕的是 当时他的一岁和三岁孙女都还在屋内 想起来心中还跑不出来 小孩是不是平常你只要跑出大门 我就会要注意啦 对 一出大门就要注意啦 因为出去就是大马路 窃贼要是把小孩抱走或是伤害小孩 后果不堪设想 屋主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而窃贼在大白天中午十二点闯空门 行性大胆 一公里之内 他至少试图开了三家路旁的住户大门 警方虽然掌握窃贼身份 但是他行踪飘忽不定 在他落网之前附近的住户人人自围 记得留言编黄中音台中报道